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演員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不如和我們討論一下主題 都市人有時會常常發生到圓魂的情況 很多時候可能會有機會 我們經常說 蹲得起身見頭魂 這些術語 朋友或一些人士 突然會有一個魂的感覺 但可能受到撞擊 就知道原因 但未必會有什麼原因 有時會覺得是圓魂的情況 相信你在臨床經驗上也有處理過病人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其實緩魂這個問題也挺常見的 在我的臨床過去幾十年 我都遇過不少但又不是很多很多 出現的人通常都是成年人多 好像年輕人比較少 通常都是4、5、10歲以上 甚至是老人家 老人家就比較多 所以你經常都發現老人家 會不小心跌倒 突然間暈一暈地跌倒 然後跌穿了寬關節 然後進入醫院 然後有很多後遺症 所以這個問題也挺困擾的 但尤其是我發現有些病人 真的有很多疑人 十幾二十幾 但又不知道為什麼 又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怎樣去醫治 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我跟大家探討一下 緩魂和這些問題 是可以怎樣處理 在痛苦療法是怎樣處理它 緩魂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一種旋轉和暈的那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很多時候跟頸椎的關節退化有關 也有時候判一些作悶 甚至是很嚴重的嘔吐 當他發作的時候 當然影響年紀大的人多些 通常他們發覺當他轉頭 或者扭低頭 前扭後扭 或者洗頭髮 那時候向後握 就自己洗頭髮 他不行的 有些病人說 我不可以自己洗頭 因為自己扭低頭 他就會暈眩 所以一定要去非法店 讓他睡得舒舒服服 頭頸不可以扭曲 但是很明顯 在這種情況 往往是血液循環 在頸部輸入腦部的血液循環 在他轉動的頸部 是受到壓迫 令到他的供應減弱 另外一個經常出現導致緩魂的問題 就是感染的 尤其是病毒性的感染 可能是因為呼吸道 傷風等等 或者中耳神經 入腦神經受到一些感染 或者和腦部裡面 有些部分出現平衡有關 譬如我有个病人 有腫瘤 他發現有腫瘤 他的表面症狀是走路 就是屁屁屁不穩定 當然在西伊立場來說 那腫瘤是一個起因的原因 想叫他割 但始終那個瘤也挺大的 我始終覺得 你寧願好和療法去治療 控制不平衡的問題 比你去開刀 因為開刀之後可能更加差 如果一弄壞了腦 那你真是後遺症 可以很嚴重 所以這個病人 都盡量暫時跟著我 我用我們的療劑 把他的癌 走到不穩定 控制了他 好了 很多程度 這個症狀也判有 可能出現那個語言的問題 他可能說話 有些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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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胃的不適 很沉重 甚至足部的腿 很沉重 通常跟腦神經有影響 我平常都是這樣的 感覺上肿瘤引起的 最重要是如何處理它 如何處理它 在我和療法的资料庫里面 和交付我個人經驗 其實我們發現了很多療劑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個療劑 叫做Cyter palmenaris Cyter palmenaris 叫肺草 在我的臨床里面 我都好幾次用療劑 是幫助病人的暈的問題 肺草的主要療劑 病人覺得自己好像浮在那裡 好像在走暈那裡 或者踩到腳 踩到棉花那裡 這種感覺 這是肺草的主要症狀 Cyter palmenaris 另外療劑是癫劑 癫劑的症狀 癫劑的症狀 都是那種暈 好像那種波浪式 湧過來 當然在睡覺 在床上转頸 转頭的時候 會差 加上蜜動 因為Beladonna的癫劑 是和冲血有關的 可以聽到蜜薄動 病人通常躺在床上 不敢抬起頭 還有少許遇上床 例如坐一坐 會差的 冻空氣會差 動動會差 光會差 聲音會差 下午3點會差 躺在床上 什麼會令它好呢 暖的包紮會好些 頭部要抬高一點 會好些 其中很多是癫劑型的人 都比較肥肥 紅紅潤潤 這種體質 這就是癫劑型的緩魂療劑 另外一個癫劑就是 硝酸銀 Argentin-Nichukum 通常我們會在什麼情況下 會想這個癫劑呢 當病人在緩魂的時候 也有個耳鳴 耳鳴筆成這樣 有種耳鳴 整體比較疲倦 有些震斗的症狀 加上如果他一用腦一辛苦 加上有些震斗 和硝酸銀做了很有趣的症狀 如果看到高流大廈 高流大廈 便會發作 有些時候 很驚惶的焦慮 走過一些高流 他感覺上高流 可能要淋下來 恐慌的情況 這是硝酸銀的情況 當然其他的癫劑 例如丐 丐和白頭翁 通常都是他摟高頭的時候 便會覺得暈 即向上摟 丐營的人相信聽我們的節目都知道 或者我們《靈丹妙弱》的節目 我也介紹過每個療劑的症狀 丐營的人都是肥肥白白 喜歡吃雞蛋 有人泡泡 做事很努力 容易流汗 酸汗 这些人的体質 白頭翁也是 白頭翁跟丐很相連 白頭翁通常都是喜歡空氣 不能焗 最怕用枕頭蓋住他 最怕用枕頭蓋住他 因为他不能覺得很薄 另外一種療劑就是植物碳 carboblatch 通常植物碳都是有作悶 或者有耳鳴這種症狀 植物碳的人基本上很不夠氣 需要空氣 植物碳的人很多時候消化很弱 吃少許食物很飽 很容易滑 另外一種療劑就是Josella Josella這個療劑 通常我用白日吉比較多 通常是什么情况之后呢 当它在空曠的地方走路 它就会有缓云的问题 另外一種就是黄素卿 Jos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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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有些震震惊惊惊 很软弱很虚弱 人在發抖 还有有期待性的焦慮 有些事情發生 或者可能要演讲 可能要面试 他会觉得人有软弱虚弱 想暈 这就是Josella Josella 另外一种 Croculus Indicus 因到防禁 Croculus 这个療劑通常是因为睡觉不足 可能熬夜 照顾人 很多人不睡觉 然后就出现这种缓云 任何动物会差 睡平会舒服些 这是Croculus Indicus 的正形 另外一种療劑是 Firidium Firidium是什么呢 是橙蜘蛛 Origged spider 通常是缓云加上失眠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缓云失眠 有严重失眠 当然 失眠也可以考虑 我刚才所说的 Croculus Indicus 因为睡眠不足 另外一种是橙蜘蛛 还有一种情况 缓云可能因为失血过多 出现虚弱 出现这种缓云 这个疗劑就是China China of the 甘鸡蜡 甘鸡蜡 这个疗劑 另外一种疗劑 那种阵营 就好像云船浪 那种缓云好像船飘飘飘飘飘飘 这种缓云 我们就会考虑是石油 Petroleum 当然这种人 可能闻到石油味 很不舒服 作门 想云 好 另外一种疗劑 就是Bionia 白蛇根 这个疗劑通常的症状 就是不想动 云的时候 你没有动 一动它是云得很厉害的 还有加上便秘 肝肝便秘 很口渴 甚至是吐吐的症状 另外一个疗劑 可能因为饮酒过多 头满满胀胀 有作门 有想吐也吐不了 想吐也吐不了 这个就是马前置的症状 如果你是缓云加上头痛 而你的人就好像想跌到左边 我们会考虑的疗势是什么人会厌不硬的疗势 如果你想向后跌的时候 我就会想过野角 野角通常出现年纪大的人 有点觉得血管有点硬化 而且他坐下起床时就会暈起来 而且感觉四肢很沉重或者很僵硬 这个就是野角的阵形 如果跌在右边 我们会考虑 阿圣甲、Corsicum、Selica和星是新 这三只疗势是会跌到右边 如果发现了云 当你跌低头向下望而云 我会考虑是硫黄 当然硫黄有硫黄的症状 我希望加上其他一些 如果你发现 这个云是左边右边转 都会有出现 我们就会考虑伦的疗势 伦的疗势通常都是神经虚弱 可能性育中育得太厉害了 早上起床时就会出现缓云 还有有震电 伦是一个很常用的疗势 通常是高高瘦瘦、喝冰水 另外一个疗势 是跟贫血有关的 这个是Ferum Metallicum 就是铁 这个疗势通常是因为贫血引起的 这种症状通常都是 或者是坐下突然起床会均匀 或者是躺下突然起床会均匀 旌旗来之前会均匀 还有一个症状很有趣 他看到流水会觉得均匀 或者落斜坡会觉得均匀 他可能开车突然落斜坡 或者走路落斜坡会觉得均匀 铁疗势的缓匀有时会觉得 头部有很多脚势在敲匀的那种感觉 我们都说是跟贫血性有关的 如果看到病人有贫血 我们就看看这个疗势是否贫合 另外一个疗势 就是毒蚕石瘤 Mancanella毒蚕石瘤 通常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 是青春期的 情绪低 忧郁 或者在筋炎期的时候 出现 亦都是因为可能跟性欲过高 还有 他感觉头是很空虚的 很空虚的 疗势里面我刚才说 年纪大的人比较多 疗势里面有三种比较年纪大的 应用的疗势 第一种是 Balasperinus Balasperinus 这个疗势通常是 人可能粗劳 长期劳动 出现了人的创伤 或者是过累 可以考虑这个疗势 或者是空虚 是毒心疗势 通虚是常用在老人家 通常老人家闭大眼睛后 转一只眼珠都会暈 不要说转头 转一只眼珠都会暈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老人家 就会考虑毒心疗势 除了之后还有一只 就是Balasperinus Balasperinus 老人家痴呆了 变成像十分仔 回复十分仔的情况 这种 看上去就好像磁动的小朋友 其实是老人家 回复小孩的行为 加上有缓云 这个我们会考虑 Balasperinus 这个是碳酸胚 这个疗势 在同一个疗法里面 我们有很多工具 很多疗势 疗势是成功地处理过缓云的 但是最重要是有些 很清晰的指引 如果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 是当病人的症状 是没什么特色的 只是暈的 那就真的比较难找 因为暈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 所以疗势也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始终 疗势是一个最简单 最有机会 是 合乎经济效益 去处理这些问题 因为有时候 你说要去开刀 未必开刀 就会有问题 可能问题更大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尽量用 安全有效的 有250年历史的同一疗疗法 去处理这类问题 谢谢余医生和我们分享 刚才说到余医生解释了 每一只疗势的特性 如果遇到一些情况之下 和疗势的特性是吻合的 大家可以试试 试一试 正如所说的 他好像撞刺 好像没什么 有时候都会这样 但是经过余医生 刚才说他的临床经验 有些病人 原来 持续了有这个问题 可能已经很多年 几十年 兴幸的 可能未发生过 一些严重的事故 受伤 但始终 在一个 不是很瘦的 情况之下 也不要等到 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才去思考如何处理 应该可以 较早 希望大家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现在终于有这些疗势 遇到什么问题 就可以立即 去配用 看看能不能够適合的疗势 有时可以立即解决 能够適合的 刚才也提过 第一 同理疗势 是很及乎经济效应 第二 亦是一个 相随于一个 较为安全的 处理手法 方法 不会有不良的副作用 而影响到 所谓的 延满了病情去医治 所以希望大家 学以致用 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又有的疗势 在家里 随时可以用得到 如果自己处理不了 一般人最初听 都觉得很难掌握 不要紧要 需要我们的帮助 可以帮助 有个基本知识 大家听了的时候 有个基本的认识之下 所以可能来到的时候 向袁医生解释 征壮 征壮 自己留意一下 不要只说我暈了 我们也很难帮你找疗势 当然我会问 问我足够的资料 我才可以帮你找一个有效的疗势 你听我节目的听众 你知道了 痛的疗势 是需要很多很特别的 很独特性的资料 我才可以配到一个好疗势 如果平时有问题 自己 留心一下 到时我们需要的资料 你可以提供给我们 我们可以 能够试半功倍 找到疗势 找到准确的疗势 更加快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今集所提及的疗势 或者其他健康的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